大家好,我是菲利塔依依 今天的故事是上帝的大能 全心节是在使徒行转 四章三十一节 经常记着说 他们就都被圣灵充满 放胆讲论上帝的道 今天的信息是 在教会里面 我们学习到上帝在我们生活中的力量 在很多年前 斯托文和卡宁纳在瑞典生活 当他们很小的时候 他们学习到耶稣很快就会再回来的事 他们爸爸妈妈开始和其他人分享这个好消息 但是对于瑞典的成年人 宣讲耶稣再来的事是犯法的 所以他们因为违背了律法 就被关注入监狱里面 相信耶稣再来的人 他们一起祈祷 求主赐下勇气 上帝的圣灵充满了斯托文和卡宁纳 虽然他们还是小朋友 但他们能够大胆地去到宣扬上帝的信息 圣灵赐给他们勇气去做这些事 但其实他们并不是第一个这样做的人 我们今天的圣经故事是关于早期教会的信徒 他们一起祷告 祈求上帝赐给他们勇气去到宣讲耶稣的信息 彼得和约翰在刺眼的阳光底下 瞇着眼睛 甚至呼吸清新的空气 令他们觉得很清爽 原来他们刚刚在监狱里释放出来 他们看着对方笑一笑 能够再次出来真是太好了 就算只是很短暂的时间 今天即将举行很特别的会议 是关于全国最重要的人的事 彼得和约翰被猜派到那里 谁都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 但他们并不怕 他们知道上帝和他们同在 当彼得和约翰进去的时候 所有人都静光 他们的长袍发出了沙沙的摩擦声 大家稍微移动希望能够看得清楚点 接着其中一个领袖 CAMCAM就开始讲话了 你们是怎么做到的 你们到底有什么力量 你们是以谁的名字去做这些事的 原来领袖所讲的 是指彼得和约翰前日奉耶稣的名所行的神迹 有一位少有名气的伤残人士被医好了 每个人都在谈论这件事 很多听到这个神迹的人 也都听从了彼得和约翰的信息 他们现在都相信了耶稣 就因为这样 犹太领袖非常不满 彼得静静地看着这些犹太领袖 现在的他已经不再是几日前否认耶稣的彼得了 现在他被圣灵充满着 他开始讲话 我们被呼召今天在残疾人士身上所行的善事 你们问我们 他们是怎样得到治愈 你们应该知道 站在你们面前的人得治愈 都是因拿撒纳人耶稣的名 是啊 就是你们所钉死在十字架上的耶稣 但是上帝叫他从死里复活 彼得继续大胆地说 除了他以外 别无拯救 因为在天下人间 没有次下别的名 我们可以靠着得救 这些领袖觉得很惊奇 为什么这个人可以 一点都不怕说这些话 还要说得这么清晰 这么勇敢呢 这些领袖马上就认定彼得 和约翰已经改变了 因为他们是跟过耶稣的 他们应该怎么做呢 他们又不能说 成绩没有发生过 那个残疾人士 现在就站在他们面前 而且事实就是 他已经痊愈了 他在那儿走着跳着 面上挂着很开心的笑容 他知道他已经痊愈了 犹太官长最后做了决定 他们禁止比特和约翰再说这件事 但是比特和约翰坚定不移的话 信服你而不信服上帝是正确的吗 比特和约翰再一次被严厉的警告 接着他们就被放走了 官长们都不敢惩罚他们 城市里面有太多人 为他们做的事而赞美上帝了 比特和约翰回到信徒们聚集的地方 他们全部都同心讨告 求主让他们能够放胆的 去讲道 以及以耶稣的名称各种的神迹歧视 上帝随听和英文他们的祷告 他们聚集的地方 就像地震一样大大的震动 但这个并不是地震 是圣灵充满在他们 每一个人的心里面 自此之后 他们都能够勇敢地 宣讲上帝慈爱的信息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